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长时间的工作停不下来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我们已经进入一种叫做工作盲目的影 那么可能我们现在了解影的定义又是什么 一个成影的行为必须具备四种特性 第一 强迫性企图为自己增加预约 第二 想要停止但是又停不下来 第三 他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和第四 他同时也会伤害到他人 这样我们就说这是一种成影的行为 我个人也有工作忙碌影的这个问题 之前我的工作是从一天八个小时 然后慢慢的增加到十六个小时一天 我很享受长时间的工作 我甚至工作到忘记了家 所以我很少时间陪伴我的孩子跟家人 慢慢的我发觉到我的情绪 很进入了一种非常的不耐烦 身体也开始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也很容易的生气 我还记得有时我太太还会劝告我说 不要这么长的时间工作 不要这么迟回家时 我甚至还会对他发脾气 也会对家人发脾气 而过后我发觉我的身体的健康 也开始出现了状况了 当我发觉到我有这种工作忙碌影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我不能再这样的继续下去了 所以我就开始用四步骤 去帮助一个也有工作成瘾的问题的人 所以我会开始帮助他 让他在工作上没有这么样的忙碌 同时我会给他一些 在工作上时间安排等的意见 但是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我这么快就能从成瘾中脱离出来 真的我要感谢金刚三法六阶中的一些非常有用的工具 这些六阶中的这些工具是非常强有力的 也就是因为这些工具 现在我不再受工作忙碌影的控制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的家人 陪伴我的孩子陪伴我的太太 同时我有能力去做我想要做的事的同时 我公司的业绩跟生产力也能够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能从你们各自的工作忙碌影中 或者各自不同的影中脱离出来 不再受影的控制 然后你们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 在此我祝福大家都能脱影而出 感谢观看